中国大陆的居民没钱买不起名车 现在可是有个好点子 江苏小伙子王健花费了6万人民币 仿造意大利蓝宝基尼2007年的超级跑车造型 自制了个山寨版 在农忙时用这个山寨的蓝宝基尼来运送花费 28岁的农民小伙子王健来自江苏的宿迁 有一天他从网上看到了蓝宝基尼2007年款的Ravinton 就觉得太酷了 当他得知全世界只有21辆这款车时 他决定亲自打造一款自己的蓝宝基尼 于是在2011年的5月 王健购买了一辆旧的日产和大众 开始着手重新改装 最终他花费了6万人民币 打造出了这辆1比1的山寨版蓝宝基尼 要知道真版的售价可是160万美元呢 不过这山寨版的蓝宝基尼 也不是谁想做就能做的 必须要有相关的机械知识 同时还要有颗爱车的心 王健正好两者都具备 从小就喜欢跑车 那时候长大了想有条件 有技术想自己造一把 后来就是为了这个梦想 去打拼去学习 学习技术 大概有时间有条件了 后来自己又造了一把 终于完成了梦想 美梦成真的王健在农忙时开着这辆车送化肥 还曾在麦田里玩过飘移呢 他心怀着更大的梦想 希望未来可以再自制一辆跑车 王健与他的蓝宝基尼在网上流传开来后 他也一下成了网络红人 被网友们称为英雄 不过知名度也许反而给他带来了些麻烦 因为苏签市交巡警部门得知此事后表示 由于该车没有任何手续 存在安全隐患 不能上路 新唐人记者周琦综合报道